就一句佛号 这一句佛号 不可思议功德 我们在这步行 在念了其助里面 学到了 不怀疑了 这一句佛号 包罗万象 释出时间一切法 无俗不保 都在里头 包括 摄法王三世 一切祝佛菩萨的名号 念一句阿弥陀佛 统统就念到了 一个都不漏 还要包括 一切祝佛 度化众生的 无量法门 一个法门都没漏掉 它是 佛法真正的 大宗旨 真正是秘密神咒 也法不漏 暴露万象 于是 我们就明白 念佛的功德 有多大 那 说不尽呢 那 无量法门 是因为 这个法门 他不相信 他不能接受 佛观起 给你说 印记的法门 怎么印记 你过去身中 曾经学过 现在一说 你就欢喜 你过去学过 没学着 继续努力 这一生 能不能成就 不能 来生再接着干 生生世世 要很长的时间 你才会能够 证得菩萨果位 如果是大臣 是心 是诸 是心 是会想 一个阶级 一个阶级 向上地下 跟金宗不一样 金宗叫横超 那些法门 是树超 像离开 六道轮回 先到一阶天 再到四阶天 再到五四阶天 再超越 他就输入 时间 当然超 飞翔飞飞飞飞飞翔天 受命八万大戒 这给你讲时间了 八万大戒 那淡淡将五四阶天 四阶十八阶 欲阶六阶 每一层 寿命都加一倍 啊 桃李天一天 是人间一百年 叶摩天一天 是人间两百年 独帅天一天 是人间四百年 华洛天一天 是人间八百年 他化自在天的一天 是人间一千六百年 你就知道 除一定会出去 要多长的时间呢 啊 净土的书生 一生成就 最快的成就 我们看到了 往生传上记得 绝对不是假话 那一般学佛同学 都知道的 宋朝的银库法师 他念了几天佛 三天三夜 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不明不休啊 不吃饭 不睡觉 拼命念 念到筋疲力均 阿弥陀佛出现 告诉他 你还有神念养受 等你寿命到的时候 我来解决 那银库这个是建佛 福知心灵啊 机会太难得了 立刻向阿弥陀佛要求 我神念寿命不要了 我现在跟你去 那佛就跟他约定 三天 三天之后 我来接引 为什么不当时带着去 当时带着去了 他个人的利益 对佛法没有影响 三天 他能独化众生 不要发给大家看 没有神病 那人身心健康 三天 说走就走了 所以 弥陀给他约定 他欢喜接受 那疗房门打开 告诉大家 我接阿弥陀佛 三天之后 接用我 寺庙里 没有一个人相信 为什么 破戒必求 在道场里 没有人敲得起他 烦恼吸气 很重 反正是三天 三天不长 我们就等了 等三天 看你往生不往生 到第三天 他要求 大众念佛送他 这就是什么 献身说法 度过他们 大家当然乐意 你要求我们念佛送往生 我们很高兴 这问题你能不能往生 念了一刻钟 他告诉大家 阿弥陀佛来了 别人看不到 我跟阿弥陀佛走了 说完 真的走 大家看到他 过过相信了 你看他十分 标的法 破戒的必求 他为什么念佛那么勤恳 因为他相信 他知道 他要不往生 决定 落地狱 想到地狱苦 害怕了 佛跟他讲 还有圣年 圣年 他没有克服自己烦恼的能力 那圣年 不知道做多少坏事 不敢了 这个机会太好了 佛来了 这当面要求佛答应 真带他走 所以人念地狀经有好处 为什么 地狀经讲地狱 时时刻刻提醒你 你造地狱业 你就没有办法 避免地狱的果报 如何能脱离 那真的 盈寇是个好榜样 你不念佛这么行 三天 三天真就 弥陀经人说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到若七日 一二三四五六是数字 祈不是数字 祈是圆满 念到哪一天 见阿弥陀佛 那叫祈 也就是 念到功夫成品 迎哭 三天念到成品 念到成品 决定赶得 阿弥陀佛 来不及来见你 这就是 一佛念佛 现前见佛 当来是往生之后 见佛 现前是 当时见佛 念到功夫成品 有没有阿弥陀佛 有没有阿弥陀佛 你就完全明白了 不用再怀疑了 四一心 礼一心 什么时候见佛 都见得懂 佛在那里 就在眼前 不来不去 为什么 佛在长济光里头 长济光 便一切实 便一切出 所以 佛现前 当初出身 随处灭 感应到教 丝毫不爽 这个道理 不能不明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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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